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話說呼嚴霹顯,就說要拿潘仁美的令旗令展,來試試指揮兵馬。 潘仁美頭頭就不肯,甚至想,這個小孩兩三日後就要扯人了,何必搞到他這麼不高興呢? 你說哄得他歡歡喜喜,回去見到皇上跟我說多幾句好話,這樣就好過什麼了嗎? 於是潘仁美說,呃,霹顯,你喜歡了就試一下就試一下,不過這樣,你試完之後,就要馬上將令旗令展交給我才行,當然啦,我以為有什麼用呢? 好,講妥了,於是呼嚴霹顯就跟潘仁美換位坐了,呼嚴霹顯就坐在正宗的虎皮金膠椅上面,潘仁美就坐在旁邊, 和10林柴桑杆 濟淡高興岗,聶藏吉哥假漏師,濟軍痛 shown, 气势昂昂地等着 呼言披显落命令 呼言披显望下之令旗 看下令旗笑了 他说 契爷 我会摆阵 那你会摆什么阵 我说 我和我妈学的 叫做四门迷云阵 什么四门迷云阵 叫做四门兜迷阵 是是是 是四门兜迷阵 契爷 想我全令 好 让契爷看看 呼言披显心想 老责 你这运还不上我当 好 让我捉你两个儿子 和你两个侄子 呼言披显 拿去第一支金批令箭 他说 岑林柴干听令 没将在 命令你两个 和我大哥潘龙 二哥潘虎 带领五百人 直奔正东 不得有误 没将军令 沉迷阵 又拿起第二支寧箭, 他說:「狼千、狼萬, 命令你兩個和潘超、潘長, 帶領五百人寂寶正西, 不得有悟, 沒將之靈。」 調走這四個人, 呼嚴霹, 又看一看潘仁美, 一伸手又拿起一支寧箭, 他說:「潘仁美。」 潘仁美的心想:「 這個小竹山, 都不知鑽地, 叫起我的名字也有的, 潘仁美眨兩減眼, 根本不騷擾他, 誰知呼嚴霹說:「 潘仁美誤了頭髮, 重打四十。」 接著呼嚴霹又叫一聲:「 潘仁美。」 潘仁美剛剛打過特, 呼嚴霹, 都不等他開聲, 就說:「潘仁美連誤兩卯, 重打八十。」 人類, 將潘仁美拉下去, 將他綁起來。 是, 石青, 吳凱, 劉企三元戰將應了一聲, 暗凳的聲音走過來, 一手脫了潘仁美頂帽, 麻繩一哭, 三爬兩背就扎起他。 到這個時候, 潘仁美還褐傻, 他說:「 喂喂喂喂, 契仔, 你找這樣的東西來玩, 太過分了, 快些收回將令, 防犯老夫。」 呼嚴霹顯, 黑起臉, 渴, 他說:「 不准你說, 誰是你契仔啊? 我乃是鳳梓陰差, 特意來捉你的。」 當時, 很多將官都搞得莫名其妙, 潘仁美自己也都好像仗義和尚, 摸不著頭腦, 在這個時候, 岑林柴桿帶著人馬回來交令, 啟稟陰差大人, 潘龍潘虎已經捉到了, 現在帶來歸案, 港元一合手, 幾個武士將潘龍潘虎拉到前面一推, 兩個人當堂跪低, 跟著狼千狼萬也押著潘超潘長回來交令, 呼嚴霹顯, 好高興啊, 各位將軍辛苦了, 等小王回朝之後, 品奏皇上必定重重有賞, 判人美見到她的兩個兒子, 兩個侄子, 都被人五花大綱跪了在地裡, 你嚇到她雲拍都不齊了, 她勉強定了定神就說, 陰差大人, 我們父子犯了什麼法, 又有什麼罪, 為什麼要綁住我們? 呼嚴霹顯露幾雙眼, 一拍張桌子說, 老賊, 你私通遼國, 出賣歐洲, 涵害忠良, 揚郡馬已經在皇上面前告了你狀, 我代父親來到邊關, 就是來捉拿你進經歸案的。 判人美啊, 啊, 好像萬象高樓, 一步踩空了那樣, 心一跌到腳板底, 只覺得煞時間天旋地鑽, 她吞了兩口水, 強作鎮靜地說, 小孩子, 你乳臭味乾, 竟然膽敢欺負勞夫啊, 你來抓我, 有什麼憑證啊? 有定了, 喏, 這封是萬歲的聖子, 夫妍匹遣一見講, 一面拿出聖子, 哇, 全場所有人, 啪聲全部跪低摺子, 夫妍匹遣宣讀聖子, 奉天成問皇帝趙約, 今有郡馬楊賢超, 葬告太師潘仁美, 涵害楊家將, 特命夫妍匹遣到邊關, 竹牙潘仁美, 望見趙歸案, 不得有誤, 望子謝恩。 夫妍匹遣讀聖子, 就對所有的長官說, 這件案和大家無關, 望各位為國盡忠, 鎮守邊關。 是,多謝陰差大人。 潘家幾父子, 都傻了, 潘龍潘虎就生氣他爸爸, 整天都是你老爺, 把這個年輕人當成寶貝, 六十幾歲的伯父, 竟然被小孩懶得妥妥, 潘仁美, 雅仔食王年有虎自己知, 哎呀, 我誤斬黃龍呀, 中雞咯, 中雞咯。 呵呵, 這層就算給他猜對了, 因為有黃龍在出謀獻計, 就不是那麼容易捉到潘仁美, 故此浪千浪萬, 就切落埋伏, 在他小教場那條老鼠, 派人暗中安了一條叛馬鎖, 將黃龍踢倒, 誤了點卯, 同時呼嚴霹, 又在潘仁美面前添油加醋, 終於就斬了黃龍, 黃龍一死, 即是斬斷了老賊的手腳, 這樣才容容容易捉著潘賊幾父子, 捉到了, 就要有這麼快, 時得這麼快將他們押走, 免得夜長夢多, 呼嚴霹顯說, 狼千、狼萬, 你兩位點齊五百名精壯軍兵, 用木龍籌車將犯人押走, 岑林、柴幹, 你兩位臨時做著邊關大帥先, 遵命, 好了, 沒多久在知府衙門, 借了五架籌車來, 判人你他們五個人, 一人就混一架, 一準備好, 呼嚴霹顯下令立即起程回京, 一路之上, 呼嚴霹顯就不准停腳, 免得被判賊那些死黨來劫人, 退囚車的, 押送犯人的, 餓了, 就買些東西一路走一路整, 那眼睡又怎樣呢? 眼睡嗎? 一路走一路合眼睡, 日夜不停地趕路, 走啊, 走啊, 這一日, 離京城沒多遠了, 呼嚴霹顯就派呼嚴鐘行先, 回去京城報信, 白言王一接到消息, 歡喜到極了, 親自率領文武百官, 來到城外的十里亭迎接, 京城的老百姓就咳咳咳跟著出來看熱鬧, 人人都想看看奸賊的壞樣, 也看看十二歲的英雄,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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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車就快來到啦, 哇, 十里亭前面, 居水馬龍人山人海, 白言王練高對腳, 慢地向前望, 只見前面陳土飛揚, 一隊人馬就柔軟而近, 看清楚了, 有個兵高高撐起一面大棋, 大棋前面, 呼嚴霹顯騎著馬走近來, 呼嚴霹顯一來到, 就立即落馬向白言王行禮, 白言王一看, 哎呀, 居然這個小孩子變了樣子, 以前是肥嘟嘟, 白酸酸, 現在呢, 變了瘦猛猛的黑雀雀, 眼蜜都深了, 看見你真是心痛了, 呼嚴霹顯又見過文武百官, 然後過來見父母, 呼嚴霹馬太賓見到, 乖兒子平安回來, 真是又高興又心酸, 乖兒子, 你回來了, 媽, 你別哭了, 你看, 囚車到了, 沒錯呀, 只見狼千狼萬, 押著囚車走過來, 第一架囚車就困著潘仁美, 這個老賊, 他的頭殼夾了出來的木龍外面, 完全不是做太師那時候那麼威風, 蓬頭救面, 胡鬚都打了裂, 呼嚴霹顯又吩咐將犯人送去大理寺, 混入監獄, 然後就跟著八言皇上金殿見皇帝交紙, 宋太宗聽了呼嚴霹顯的品奏, 心就說了, 閉了, 閉了, 什麼你個潘仁美這麼論盡的, 如果找不到你, 官司就了的了, 現在你給呼嚴霹顯燭牙歸案, 我不管都不行的了, 但是宋太宗表面仍然很高興地說, 好啊好啊, 小外兄, 你真是膽量過人, 自用相傳了, 好, 你回去休息了, 多謝萬歲, 呼嚴霹顯扣了頭, 正說想走, 八言皇連忙拉著他, 然後對宋太宗說, 萬歲, 霹顯離京之前, 萬歲你有言在先, 說抓到潘仁美回來, 就封他雙王之衛, 今天, 潘仁美等五個犯人已經全數壓到萬歲你看, 啊, 沒錯, 呼嚴小外兄, 朕封你做靠山王, 敬山王, 雙王之衛, 謝主龍恩, 呼嚴霹顯高高興興, 叩頭謝恩, 八言皇又說, 披顯, 你勞虎功高, 我再贈你白銀千兩, 黃金白兩, 籌短十匹, 御走一著, 你休息一個月, 然後再來辦理公務, 呼嚴霹顯又拜謝我八言皇, 回家和父母團聚, 這些就不說他了, 話說宋太宗親自審你潘仁美這件案, 他坐在籠椅上面, 一拍張籠案, 人來, 帶判仁美上電, 判仁美帶來, 他一點都不怕了, 為什麼? 事關他的女兒, 西宮娘娘, 昨晚派了個太監去監獄, 傳個口信他知道, 叫他怎麼都不招工, 所以他現在來到金聯寶殿, 看到他的女婿, 他不怕, 但是他故意整色整水, 整成一副可憐相, 跪在皇帝面前, 萬歲, 老臣, 冤王啊! 哈哈哈哈哈哈... 宋太宗看見外父那麼狼狽, 我心ं경涩甭一樣寸, 但他其 reach流露出來, 他說:"潘仁美, 现在杨延超 告你师通辽国 咸害忠良 按兵不动 逼死老龄公 公布尸首 蛇死杨七郎 你快点从实招攻 判仁美一听 我心灯 哎呀 我失算了 错用了岑林柴港 这两个家伙 这两个家伙偷偷放走了杨延超 如果他们杀了杨延超 就不用搞到我 今天这么惨了 呵呵 不过你有嘴 我亦有条理的 你猜我不会说 于是他就说了 万岁 第二个人告我 情有可原 因为独自杨延超 他告我什么 他父子三人 投降辽国 出埋幽州 如果不是他们 我的兵马 就什么退到边关 杨延超 哭害老臣 望主上明断 宋太宗 马甘 咬头 哦 那 潘仁美 你敢不敢 和杨延超 在金殿 对质呢 为什么不敢 老臣 正是想和他 当面对质 好 人来 但杨延超 上殿 很快 杨六郎 来到金殿 他对宋太宗 走过来 宋太宗 就问他 杨延超 潘仁美 要和你 当面对质 你有什么 说话 要说的 杨六郎 一见到 潘仁美 当堂 生气 血 涌上头 因为他又怒又急 闭家果 连半句说话 都说不出 潘仁美 老奸 巨华 见到杨延超 说不出 对了 立刻就口水化 噴噴 这么猛 说了 他说 杨延超 杨延超 你还有 面来见 老夫 你父子三人 钱不该 万不该 不该贪生 怕死 林振脱逃 你们投降寒言手 出埋幽州城 害到老夫 算兵 捷将 差点连条老命 都保不住 听说你在辽国 撈得好 超太后 收得你 做契仔 还封得你 叫都督 你今天又来到 我们大宋的经司 你究竟想做些什么 判人你兜口兜面 一番说话 掩过去 激到杨延狼 拔到 全身都震了 嘿 这样的嘴 就更加不好洗了 他只是说了一句 老賊 你血口噴人 你 你 你你你 这样就说不下去 判人你抢着 说下去了 嘿嘿 杨延超 我明白了 一定是因为老夫 镇守边疆 堅如盆石 辽国想着名工不行 就派你做奸细 混入京师 你又想借主上的刀来杀了我先 那你就可以勾引辽兵 长驱直入奪取变梁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万岁 你想一想就清楚了 帝哥人会造反 我乃是掌朝太师 又是国长 我和万岁是一条心 万岁和我是一家人 我怎么会造反的 万岁 他说各位 判人你真是狡猾